再简单讲一个小小地方啊 你看我们能够说 让我们的声音从听觉上 是统一的 我们的身体 为了这个状态 我们的身体会微调 是不是 绝对不能说 瘦在这还在这唱 是不是 会往后一点 从听觉上就是一样的了 如果你自己不做这个动作 从听觉上听着就 状态就变了 所以说为了 我们经常会说 气在住上面挂住 我们的状态歌唱状态是 统一的 不变的 实际上 在早期说它有变化 那就谁都抓不住了 所以在早期说 不变的不能变啊 不要改变会这样要求 但是你想这个音乐 有这么多音 这么多高音 这么多低音 这么多中音 总在听 你在一个状态下唱 怎么行呢 就像盖房子 我盖一层 和盖五层 盖十层 地基是不一样的呀 所以 所以这个时候 我可以跟你讲 因为我现在讲 你就明白了 我现在讲 你就明白 如果说 咱们前几堂歌讲 还不一定能明白 是不是 所以在什么时候 说什么话 在什么时候 怎么要求 这就是说 在唱不同的音高的时候 你的这个乐器 要改变的 我们在听觉上 我们的声音 是统一的 好 记住哦 是声音是统一的 得到的那个结果 是统一的 并不是 我们身体不动了 我们身体统一在这了 是吧